恢復部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新制 還有健保署在宅急診照護事辦計畫 都在今天上路 慢性病照護計畫 說案病人疾病末期 還有行動不便照護等十大類的對象 都可以透過視訊來提供衛照諮詢 預估有247萬人因此受惠 不過呢 新制上路之後 這個電子處方間卻還沒有建置好 等於民眾目前只能諮詢 無法領藥 至於在宅急診照護新制 台大醫院則保持觀望態度 就怕急診患者的病情複雜 變化快速 風險會很高 打開手機平板 不出門也能在家看病 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新制 一號上路 除了原本的五大對象 再新增五種特殊情況 像是慢性病照護計畫 說案病人疾病末期 還有行動不便照護等 大約有247萬人受惠 時間到醫院就好了 命令醫院可能會比較 要問什麼事情可能會比較方便 目前這個電子處方間 因為還在建置當中 今天上路的就是針對65萬的 慢性病的對象 只是要做諮詢的先上路 但是如果是要透過視訊的 診療要拿藥 這可能要到第二階段 雖然食用對象多 但目前只有提供線上諮詢 要領藥還沒辦法 又基層診所反彈 但有大醫院會跟他們搶病人 基層醫療也不用擔心 病人可能會被大醫院完全的掌握 一定更落實分級醫療 同一天啟動的還有健保署的在宅 急診照護試辦計劃 只要是居家醫療急診患者 或者是照護機構住民 罹患肺炎 尿道感染 軟組織感染時 不用注射勞斷到醫院就醫 還可以省下部分負擔 像是罹患肺炎 因為可以不用住院 能省下5250元 不過台大醫院則是沒打算參加 就怕急診患者並且複雜 風險很高 團隊雖然有提出申請 可是現在這個健保署 也還在審查當中 所以今天雖然是上路了 可是今天其實是還不能收案 不但電子處方監系統 還在籌備中 一零碼也沒釋出 哪些醫院團隊符合資格 更遲遲沒公布 兩大計畫趕上路 但似乎還沒準備好 記者會提依林育的報道 彼此依林肯內 彼此為樹 他的小龍 Entwicklung ور獲就會